有一种痛叫做痔疮发作 一个古方只痛入神 不作有痔青年 有一种痛啊叫做痔疮发作 疼起来是坐立难安 并且还不好意思声张 痔疮的发病率啊 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 就是失忍久治 光疼也就算了 很多人还伴随着出血 每次上完厕所 场面简直是惨不忍睹 简直让人不敢回头看 对于痔疮啊 西医的治疗方法比较简单粗暴 那就是割移永治 不说手术后排便拉玻璃一样的疼痛 割完真的就永治了吗 过个一两年啊 你就会发现它竟然还会复发 所以很多人对于手术治疗啊 是比较抗拒的 中医认为啊 痔疮的病因主要和风湿造热 导致大肠气机不畅 淤血组织 肠落不通有关系 尤其是现在啊 很多人饮食不知道节制 喜欢吃辛辣油腻食物 损伤脾胃 食热内生 下注到大肠 形成痔疮 这种症型啊 也是出血最严重的一种 为啥症疮割了还会再长呢 这就像是摘蘑菇 阴暗潮湿的环境容易长蘑菇啊 你光把蘑菇摘了 环境不改变啊 蘑菇呀就一茬接一茬的长 体内的湿热引起的痔疮呀 你光把痔疮切除了 湿热的环境不改变 时间长了 是不是还要长 那你说怎么办呢 今天崔升啊 给大家分享一个方子 叫做止痛如神汤 专门解决痔疮痛苦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不得了 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 方中呀 是琴交去风除湿 还能够和血通落 防风呀 负责去长风止痛 黄白苍竹青下胶湿热 逃人破血啊 破开包块 当归尾活血化瘀 得泻啊 冰浪呢 沥水把湿啊 从小便排出去 最后是皂脚排浓 大黄呀 竹鱼 清热 把垃圾啊 排出体外 有的人肯定要问了 每个药用多少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这只是个基础方 我们正在分享中医知识 在临床应用的时候 还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 对方子进行加减变化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让专业医生帮你辩证后 再来用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